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APP微信微博 敬请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599期迷彩虎军情 我是你们中式的战友虎牛飞飞 最近一篇新闻报道 让沉默许久的霹雳火 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 陆军第79级团军 陆航某旅训练场的一架 改进行直食 可谓看点十足 除了在座舱以及发动机附近 加装了厚重的装甲板之外 我军陆航机群长期以来 缺乏的紫外线导弹逼近告警器 如今也出现在了这架直食上面 当然 那篇新闻报道最引人注目的 还是那顶科幻的新型头盔 这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的最新产品 它集成了头盔显示瞄准系统 借助这种技术 达到了信息人际交互上的突破 新型头盔和同前式红外设备 以及那门23毫米口径链炮联动工作 也就是说 不再需要武器操作员使用双手控制链炮指向 而是通过自己的视野来直接操作指向 飞行员视野往哪看 观瞄设备以及炮口就往哪指 正所谓瞪谁谁挂 用目光杀死敌人 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火力反应时间 加强了打击效能 在实战当中分秒必争 谁反应更快 谁就能先敌开火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直实飞行员所配备的新型头盔的技术水准 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相较于前代产品 它最大的区别在于 采用了单片大曲面演射晶片 可以给飞行员提供非常宽广的可视角度 避免了单目以及双目晶片 所造成的视野盲区和视觉误差 要知道在此之前只有F35实现了批量装备这种头盔 连歼20都没有配备 当然如今看来 这个短板的解决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块神奇的镜片 不仅可以把直升机的高度 速度 过载 以及弹药等关键信息直观地显示出来 还能够通过高清晰画质图像功能 实现热成像 微光画面的投射 使飞行员更方便地实现全天候作战能力 不再需要多余佩戴夜视仪 而且只需一个按钮 便可以在画面投射与纯目镜 两种状态当中来回切换 而前代产品则得用手去调整头盔镜片 另外 新型头盔显示器还在盔形上进行了优化 型的头盔不再臃肿硕大 系统集成更为紧凑 大大减轻了飞行员颈部压力 为什么中国飞行员绝对不允许有疤痕 原因令人后怕 微信搜索军事视频 关注后回复飞行员查看原因所在 用头盔来显示乃至瞄准的技术 并不能够算作是什么新鲜玩意儿 早在上个世纪40年末期 就已经提出类似的概念了 而最早的头盔瞄准器 则在60年代被美国搞出来 并优先应用于 AH1眼镜蛇武装直升机 以及F4鬼怪战斗机之上 当时还比较简陋 只能提供最基本的瞄准功能 但即使如此 也可以说是革命性的技术 毕竟 它让武装直升机的武器 首次脱离了抬头显示仪的狭小窗口 极大程度上提升了武器的锁定能力 并向更灵活 更宽广的方向发展 后来随着光电技术的兴起 出现了头盔显示器 它已经不仅局限于单一的瞄准作用 而是提供着几乎可以完全替代 评显的各项信息的现实功能 再后来 头盔显示器还可以直接把双载观瞄设备所提供的 包括电视 红外画面在内 图像投射到镜片上 几乎所有信息都可以在这顶头盔上显示出来 除了直升机 在固定翼飞机方面 头盔瞄准 以及显示技术则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起初 这项技术为了配合大离轴角格斗弹而使用 我们知道 导弹具有自动跟踪引导的能力 但是单纯依赖引导头 自己去搜索的话 效率就很低下 此时 头盔瞄准技术便可以帮助导弹引导 从而缩短锁定时间 等到后来 大离轴角导弹的出现 配合头盔瞄准器 甚至都不需要再将机头方向对准敌人 即可发射导弹了 再来不服力 良心推荐一款3D空战策略手游给大家 游戏采用刺烟高性能引擎 以真还原军事基地 战斗场景等游戏元素 完美呈现中美俄等各国200多架王牌战机 请打开手机应用市场 搜索迷彩虎军事 下载我们的官方APP 在游戏中体验血染长空的惨烈空战